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体阴阳平衡的关键 由于春天属于养肝的季节 所以在饮食方面 我们应该避免吃 鲜辣 油炸 烧烤 这些容易上火的食物 姜母鸭 麻油鸡 这些冬令进补的食材就可以配偿了 应该多吃一些绿色食物 以及当令的蔬菜 例如像绿豆芽 花椰菜 四季豆 高丽菜 还有菠菜等等 此时春暖花开 饮用具有顺气 提神 解毒功效的花草茶 也非常合适 例如菊花茶 枸杞茶和桂花茶 不仅可以饱干 而且还能够养颜美容 此外春分时候 正值养桃的盛产期 养桃有助于纸壳化痰 顺气润肺 保护气管才能够促进消化 如果羊桃切片 蛋盐吃 就可以改善喉咙疼痛 以及声音杀痒 如果烹桃菜肴想要轻松上手 美味满口 那就来一盘韭菜炒鸡蛋 因为韭菜呢是属于阳性 可以补羊 而鸡蛋可以滋阴 这算是一道阴阳平衡的菜色 而且料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容易 俗话说二八乱穿衣 就是指农历的二月和八月 因为天气的形态多变 所以人们的衣着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例如说春分的时候 虽然说是天气渐暖 但是时晴时雨 早晚天凉 俗话说春分落雨 倒清明 这个时候的天气 经常受到风面的影响 降雨几率增加 所以出门不仅要携带雨具 还要注意适当的保暖 那就是春午 也就是避免过早 换上轻薄的春装 或许说脱去沉重的冬衣 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 但是非常容易着凉 特别是长辈们以及小孩 抵抗力比较薄弱 所以一定要注意 日时的添加衣物 出门多戴一件薄外套 不要因为减衣太快而感冒 春分过后 阳气逐渐变旺 突破了冬天阴气的笼罩 所以春分的养生重点 在于养羊 一定要早睡早起 保持气血顺畅 此时满园春色关不住 人却变得软洋洋 这叫做春分 其实春分并不是一种病 而是人体随着季节的变化 所产生的自然反应 如果想要缓解春分 但是靠着多睡 补眠 那是不行的 相反的运动锻炼 可以加快大脑的反应速度 反而可以提振精神 显得神采奕奕 例如此时春光无限好 所以多到郊区和绿地去走走 给大脑提供新鲜充足的氧气 就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精神振奕 又例如晃风筝 吃春菜 冻春牛等等习俗 都会给大家带来 春满人间的欢愉和热闹 俗话说春分到蛋而翘 据说春分这一天 把鸡蛋树立起来的 成功几率最高 因为这一天昼夜等长 而略成倾斜的地球地轴呢 会和地球绕行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 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有利于树立鸡蛋 春分的三个物后 分别是猿鸟制 雷乃发生 以及始变 其中的猿鸟指的就是燕子 天气暖和了 燕子就从南方飞回来了 而这个时候的空气比较潮湿 于是就有二后雷乃发生 至于说三后始变呢 那是因为春分的时候 电影量明显的增加了 经常会伴随着雷鸣以及闪电 所以在野外活动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从周朝开始 君王就会在春分这一天 举行祭日的仪式 之后历代相传 到了明清之际 则定为国家大典 这是一年之中非常重要的日子 而在冬末春初的台湾 各地都有农物发生的可能 于是对于交通造成不小的影响 唯一的受贿者是茶树 因为减少了阳光直射 有利于寒淡有机物质的形成 茶叶的品质因此提高 牛头 花三 嘚